接近性癢疹基本上它臨床的表現 接近性癢疹基本上它臨床的表現 大部分都發生在週年以上的也是屬多 但是其實在年輕度數年不少見 那一般來講它的臨床表現 就是會有很多顆的很癢的疾癢的疹子 那這些疹子一般都持續六個月以上 它少的疹子可能從十顆以下 那疹子可能到上百顆上千顆都有 那不滿全身 那一顆一顆會抓完之後它會有一點突起 很像我們講的結結嘛 就很像一顆一顆硬硬的這樣子 它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脫屑 然後或者是我們講的檀線化 那有些人抓久了 甚至是一顆一顆變成一片一片 就都會有 那一般目前它的致邊機轉認為是 就是第二型的免疫反應過度的往生 然後再加上皮膚底下的一些神經 解力組織的纖維化 造成一顆一顆的這種結結產生 那一般它的這個搔癢感應 就是蠻極度的 所以其實癢 我們患者病人就會想去抓 抓完之後 它又更刺激它再更癢 那更癢你就更抓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 癢抓癢抓的一個心血管 所以如果沒有跳脫出來 大概就是 因為一顆一顆的癢 你會抓到全身都是很影響 生活作息 那另外就是外觀上 如果你可能附路的部位 身上其實都是一顆一顆 那可能會掩埋外其他人的一個癢 那目前現在在治療上有什麼 治療上大概可以從比較基礎的 像外用的藥膏開始 那外用藥膏比較是針對少數病灶 那燒癢痰比較沒那麼癢 那如果說它比較輕度的話 大概用外用的類部屬藥膏 那依照它病調的厚度來使用 可以從最強的到最弱的 其實強度的分別是非常多的 那一般如果坑數多的話 其實很難靠它 大概就要進一步到 就是使用一些 嗯 口服的 口服的一些 像抗主治安啊 那抗主治安其實對於有些 比較嚴重的患者 它治療效果還是不好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短期 使用一些口服的類固醇 但是口服類固醇 基本上在這種狀況 就跟異味性評分一樣 我們是不希望長期使用 因為你就會覺得有用有效 那我今天挺藥之後 就全部又癢回來 那我總不可能這樣一輩子 一直為了這個癢症 一直吃累不存 所以這時候就會加上一些 所謂的免疫調節劑 那傳統的免疫調節劑 一般它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免疫質劑 它就是一部分的去抑制 過度往生的免疫反應 但是傳統的藥物有它的優點 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的病人大概可以 獲得蠻好的控制 但是一半的患者 他可能會因為副作用 或者是效果對他不好 會需要調整藥物 那其它大概我們就會加上 像我們講的神經穩定劑 神經穩定劑傳統的 就是我們常常用來治療癌症 那因為我們的陽感 其實傳導是在中樞神經 所以其實從中樞神經去 抑制那個陽感 就是會使用神經穩定劑 神經穩定劑 我自己覺得在臨床上 使用其實很多患者 其實效果是非常很好 但是還是會幾少數 遇到因為一些腹臟 譬如說有些患者 他很敏感 他吃了就會很暈很暈 那很暈的話 那個有時候真的暈到太嚴重 我們就沒辦法使用 那所以如果說前面這些藥物治療 我們都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改善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個外部的治療 比如說是你科數如果不多的話 我們會局部的病灶內注射 一點濕濕過的一個類固醇 那病灶內注射其實直接膽點注射 比較不會有濕濕吸收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做膽點的冷凍治療 每一點的冷凍治療 也可以幫忙那個病灶 就是把它厚的地方脫皮脫掉 那但是這樣子的治療 其實對於很多患者來講 因為是蠻痛的嘛 你今天100顆你要打100針不可能 所以我們蠻常見都會加上照光 皮膚科有一個很特別的照光治療 就是它製造一個很像胎痛糖的這種光劑 那我們一般是用窄波段的紫外線 就是只有311奈米長的這個波段 那它跟你一般的曬太陽不太一樣 曬太陽是好的壞的紫外線通通一起來 那這種波段它就只有311到312那個 治療的波段來照射 那照射一般來講 它目前認為是有一些抑制底下 腹肚底下免疫反應的一個作用 那因為它是等於 你可以全身進去照全身治療 那它又沒有口鼓藥物的副作用 所以其實患者的接觸度是蠻高的 唯一的缺點是它比較不方便 它就很像做膽不見 然後一個禮拜來醫院可能就算不用光 不用健保之後一起敷 可是你還是要來個兩三次 然後進到照光去做一個照光 那像這些治療法 對於這個結節這個東西 它是會達到完全全力的目的 還是大家會擔心說 我停藥之後是不是會再期待 一般穩定度夠高之後 我們大概就會慢慢的 把一個一個藥物拿掉 那其實其實蠻多病人 它穩定之後是可以達到停藥的程度 其實這個時間 可能每個人漫長程度會不太一樣 那的確也會遇到少數 因為它本身就是有這個膚質在 所以它有可能停藥的幾年之後 它又回來又有一點點發作 不過大致上其實只要前面 把那個免疫反應稍微調節 有點像調體質啊 調節完之後 其實大部分就會比較順遂 那不過床上遇到的困難點就是 不是每個病人 它對於免疫藥反應是那麼的完全 所以有時候可能因為前面的副作用 或者是治療效益不少 它還是繼續一樣不少 我可能就會到比較後線的治療 像是使用生物知識來做治療 那目前其實 生物知識也是有拿到養診的一個試影診 那其他其實目前很多 因為我們這幾年 的醫學上的發展啊 所以我們目前常用的生物知識 去抑制底下的 而且抑制也抑制幾百數 有四個七十大病 那讓它那兩個重要的標題 把它抑制下來 那目前來講其實很多臨床試驗在進行的 還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標題 那當然你當然因為精準的治療 其實對於臨床上 你當然是小朋友會更好 那腦中還會更少 不過就是因為目前來講 其實整體還是有它的流程在 所以目前其實健保在前面上 也是在前段的 那到後段大家就是沒有健保前面這樣 其實很香回去 媽媽擦的好 小孩子去 對然後三個全部都進來 都是那種就是月亮點 因為他們都長期用最小的那邊擦蓋 那因為其實 就是平靜 對他其實是膚淺 然後另外就是蓋蓋的地方 因為洗手很好 因為皮膚很薄 所以長期全身的洗手 所以那個還是會有一定的穩定在 所以一般都還是需要看一下 像我們那個枕子 你比較厚的時候 我們會用強一點的藥 然後他可能回來的時候 已經比較改善了 已經比較 把他後面保鑒 我們就會換弱一點的藥 因為即使一樣都是類過醇 藥高 他等級差非常多 就是從強的到很弱 到北部會用的 其實他真的強度是落差蠻大的 對那不同的自行也會不一樣 那但是因為很多人其實 枕子那麼多 你要擦藥其實止不了一樣 所以一般都還是要吃藥 那吃藥一般來講 可能就是一般抗主治安會吃 但是類部署是不希望長期吃的 因為類部署你長期吃 你就是會一直就是 其他的副作用就跑出來 那一定有壓力 對對對 所以一般來講 類部署你不要不會長期吃 如果是長期的時候 一般會再加上一些 我們以前叫免疫肢肌啊 因為我剛才有說 它是第二期免疫反應 就有點過度旺盛 那但是免疫肢肌 它其實就有它的缺點啦 它可能就是把比較很多提防點 都把它抑制掉 對那另外就是 因為它附救我的部分 極小數啦 像我第二個案例 它就是免疫肢肌用完 它的肝脂素就上升了 極小數還是可能100個 還是會遇到5個 只會有肝脂素上升 不過那個其實 我們都會抽取有監控 然後就抽取有監控 你因為我發現了 我的瘤皮 然後後面就會恨復了 就是你不要說 都沒有去監控它這樣 那如果真的還不行 有時候我們會加上 神經穩定劑 神經穩定劑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以前癲癇的藥物 神經穩定劑其實 癲癇藥物 那個是對於 滋養效果蠻好的 那我們最不喜歡的 就是一直打淚鼓鼓 因為病人常常會癢 它就是說 它會經受緊緊一下的 然後但是它一般打一支針 可能就一天兩天 它可能真的比較舒服 像老一輩的患者就很長 它就可能三天跑一次 就是整頭去打一針打一針打一針 其實那時候藏起來 第一 可能你就是 只是暫時沒有它吃的癢 可是對於整個肚臣 其實沒有太大的好嗎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要 如果真的不行 就會轉換到 傳統的免疫條件機 或者是那個 我剛剛講的神經穩定劑 因為我們癢是從重視 就是應該說 腦內的神經覺得它在癢 所以一般你一直從表皮去治療 其實不太夠 會需要你的神經穩定去穩定 對 那如果真的不行 有些局部會一直口很大顆 我還會局部打針 就是我跟他講 局部的病罩內注射 那一般一顆一顆 就是可以打一點點 一切量的類固醇 那因為那個打在病罩裡面 它比較不太會有那種全身吸收 可是因為你一針一針打 可是有點痛 像說我們用那個人家在打一刀 所以我沒有很寫著 可是其實你要想 你今天被拖了30個針 可能還是會心裡覺得很害怕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針數少的話是不是OK 但是如果太多的話 一般也不會當針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冷凍 冷凍治療 當然冷凍治療也是有很多 所以你凍的顆數 然後那種好幾百顆 其實還是會有點辛苦 那像是 對 第一個像剛剛講的 當然你的像戒床感染 那也有個人會造成不發癢 那第二個就是本身的免疫的問題 比如說是因為是皮膚炎 癢症 這一類的 那慢性血麻疼其實也是 慢性血麻疼也是蠻常見的 皮膚的發癢患劑 那其他就是像一些內科 像患劑病 譬如說 有糖尿病的人 洗腎的患者 身動很不好的 或是肝功很差的 有一些乾淤肌的 現象的人 他也都會比較容易造癢 所以其實養的原因是蠻多的啦 所以一般來門診的時候 大概可能 皮膚跟門診可能 10億人進來 可能有8個都跟你說 我們一致 所以大概就你要去看他 第一個先看 我們會先看皮膚跟疹子嗎 那會不會疹子的一個 一些 一些暗示說 他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先看疹子 然後去區分說 他可能是哪一方面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其實疹子 對我們來講 判斷是很重要 那會不會有效 跟你們說 壓力大 跟冷暴熱之類 會幫你更容易 會 因為其實養跟睡眠 其實有點是有影響的 你要想你今天如果晚上睡不好 大概那翻來翻去 你就會更想抓 如果本身有皮膚問題的話 如果你一直抓 一直抓 他也會睡不好 所以兩天是會有點 就是惡性絕快 那一般來講其實 癢大部分只要癢得夠癢 他都會影響到睡眠肌脂 那有一些比較 皮膚比較容易 會跟睡眠肌脂有關的 像是汗泡疹啊 植頭性皮膚炎啊 你只要是睡不好 熬夜壓力啊 可能植頭性皮膚炎 臉上TTT味就紅啊 頭皮就紅啊 脫血 那手上就會一顆一顆 就會髒起來 然後一般有一點水水的 然後有一點癢這樣 那等他脫皮了 比較消掉之後 就會可以脫皮 手上的冷暴一點 可能十個人裡面 應該七八個人都有 自由也都很發 所以你可能 這幾天比較忙啊 然後黑夜啊 就可能會忙自己啊 對啊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 本身是真的有失眠 那些有問題 可能就還需要 身心刻意心的方法 對啊 但是其實改善癢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要想 癢就是睡不好啊 像你看那麼多顆的時候 你晚上都會 整個晚上都要很重 你晚上睡不好 你隔天你就用更想抓 然後他可能會進行的方法 因為不好 有時候很煩躁 你就用更想抓 所以有時候是 一體就互相影響 的治療 像是生活療程 的標法 他就直接是 抑制在來的 那以前我們傳訪的 一條件的藥 就用像 已經他 攻打一個地方 就把他 整個程式 都不改變 那你就沒有辦法 挑出那個壞領 那現在的 療療治療 像生活症療 或者是小孩 他也都要不要緊責 就很像是 周濟犯單 那我今天就是 導那個 他的國防 或者是導那個 就是 軍營 什麼之類的 他就是會 直接攻擊他 因為他就是 直接攻擊的藥 所以其實他就是 其他效果 會好很多 那一般都是 比較立即中傷 那第二個就是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他直接攻擊力 所以他的副作用傷 會不會比較難 所以我全部都 同殺 然後 其他部分是 我需要殺 其他我也 一些平衡百姓 我也需要稍微去 有嚴護 其美醫院 內外 助攻 讓病人擺脫 癢癢人生的 記者會 身體傷癢 或是 初診症 不停 是許多慢性皮膚病 常見的一些特徵 然而 節節性癢症 更是奇妙無比 他是一種 慢性皮膚疾病 不僅是別系統 與皮膚組織相互影響的疾病 也涉及到神經系統 而他的癢 是從皮膚中透出來的 深處的癢感 而且有神經性的連鎖反應 所以如果假設有一顆發癢的話 就會引發全身上下百顆的癢症 那許多病人 時常又癢又摳 然後摳了又再癢 那身上的紅症 逐漸會硬化 形成一顆顆的結結 不只影響了生活 也讓病人對外觀感到非常的自卑 那治療結結性癢症的方式呢 其實還蠻多元的 那根據癢症的嚴重程度 選擇內外夾擊不同的治療方式的組合 來擺脫癢症的驚熬 那生活之際 對於結結性癢症也有一定的效果 也讓這群癢癢的病友 出現了一線生機 那接下來詳細的內容呢 我們就有請鄭百山政府主任來問你 癢症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癢症是蠻常被患者提到的 那其實病人在癢症的部分 他的痛苦時數是非常高的 完全不亞於異位性皮膚炎 那他在異位性皮膚炎 其實有一點像是姐妹病 所以我今天會特別提這個出來 那結結性癢症呢 本身他是一種慢性的皮膚疾病 好發於中老年人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大概在50歲以上 其實他的發生率是結結的上升 但是其實啊 臨床上困擾最高的 往往是年輕族群 因為你可以想像 他今天皮膚上有數百顆 可能從米粒大小到可能一個那個 可以到一公分兩公分大小 這樣結結的顆粒這麼多 你可能真的十顆上百顆 兩百顆三百顆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年輕人 去外面求職 你今天夏天穿個短袖這樣露出來 你可能根本就會收到更多的是 異樣的眼光 所以其實在患者的族群啊 雖然說老年性的族群是比較多的 但是在年輕族群對於他們生活的影響 往往是更大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啊 其實我們一般要診斷結結性養診 大概他的糟養感都要持續六個月以上 那六個月以上的養診 再加上典型的皮膚病灶 不是說我今天看到一顆一顆 他就是養診喔 我們一般還是要排除說 他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些像戒創 像我有病人 他同時有養診 又同時有戒創 但是那時候你都要去區分 比如說身上有哪些疹子 我覺得他有懷疑是戒創或是其他的問題 才能夠對症下藥 所以並不是說結結性養診 我今天只要看到一顆一顆 很多顆然後很癢 他就是結結性養診 那結結性養診的治病經轉 其實就比較尷尬啊 因為他其實目前還有很多部分 是不是那麼的清楚的 所以整體的治病經轉 雖然說這幾年隨著免疫的一個進步 越來越明朗化 但是還是有一部分 不是那麼的明白說 欸為什麼會有 有些人會有結結性養診 有些人不會 那目前比較確定的是 他主要是有一個 第二型免疫反應的異常 跟神經增生與纖維化 那這樣子的一個反應呢 其實在整個他的二性循環裡面 扮演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部分的病人 會伴隨異位心理論 就我剛剛有提到 他們有時候有點像姐妹病 這兩個病我都會有點像我們以前 數學學交集的圈圈啊 異位心皮膚炎本身是一個大圓 那養診是一個 相對足取小一點的小圓 那這兩個圓 其實他會有一些交界 就是有些我們的醫護患者 他身上會有養診的表現 那有些養診的患者 他可能就是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 異位心皮膚炎的一個 本身的問題 那其實但是有 另外一群的人 他可能單純的就是 醫護或單純的養診啊 所以其實在診斷上 還是蠻重要的 治療上也會有一些些許的不同 那養診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 耗化個毒群幾個啦 就是慢性腎臟病 像我們 醫院在洗腎的患者做 蠻多會有 就是養診的一個狀況 那糖尿病啊 或者心衰竭 B幹 C幹 這些慢性病的問題 或者是人類免疫不全病毒感染啊 或者是一些非和解式 086的這些病人 他其實都有相對比較高的機會 會會產生養診 但是並不能反規喔 我們只能說 這些患者在同經學上 看起來有比較高的機會養診 但不是說你今天是這些患者 你就一定會有養診的一個情形 好 那養診的治病精卵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呃免疫其實在這個地方 在也蠻重要的角色 包含這邊可以看到的 IL13 4還有3C 這個是就是我們免疫 免疫的一些 傳遞的一些戒白書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免疫的一個戒白書呢 其實他只要過度的增加之後 他就會刺激角質細胞上面的增生 角質細胞的增生以外呢 他也會刺激底下的纖維母細胞 肌纖維母細胞 讓他過度的活化 造成整個底下的纖維化 纖維化 除了結體組織以外 他在神經部分也都會有 這樣子一個情形 所以你臨床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顆 他的表皮就越來越厚 這是表皮層 那整顆的部分 他底下的發音反應越強的時候 這一顆就會開始越來越癢 越來越突 甚至形成一個很大片的一個平台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結結性養成一個簡單的一個 治病急轉的一個卡通示意圖啦 那在單病罩上來講啊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針對單病罩做治療 但是不見得單病罩 有辦法得到一個很好的治療效果 一般來講都需要比較全身性的一個治療 那我們先看局部性的治療好了 如果今天換場比較輕微 我們一般大概可能用用外用類部損藥膏 這個很常見嘛 大家可能要去買一些 濕疹藥膏、質疑藥膏 大部分都會含有些類部損成分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一般醫造病造的厚飽程度不同 我們選擇的類部損長度其實差異會非常大 從到很強的到很弱 你都可以用的 其實差異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很輕微的病造 或者還很適能的皮膚用太強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產生副作用 那另外的話一些外用的免疫抑制劑要高 其實目前來講是在抑微細皮膚也用的比較多 那像是一些我們去抑制某個 像我們叫TCI的抑制劑 或者是PTE-4的抑制劑 它都可以有沒有類部損的副作用 但是還是可以拿到質療的效果 只是它的質療效果 一般會比外用類部損來的差一點 那另外就是其實蠻常見患者會去買有麻膏成分 那這個其實也是蠻有效的 即興很想抓的時候 給它擦一點麻膏 讓你那個地方神經就是沒有那麼敏感化的時候 其實短時間有效 但是對於長期來講 整體疾病的改善其實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這時候就會再加上一些外用的外部的治療 皮膚病灶外部的治療大概幾個 兩個是會同的 一個是不會同的 第一個是局部類部唇注射 局部類部唇注射 這個跟我們一般老人家 習慣去診所打針是不太一樣的 一般我們講的打針是可能打血管針啊 打肌肉針 這個不是喔 這個是單顆單顆我們用最細的針頭 然後在每一顆病灶上濕感一些局部少量的類部唇 那這樣子的方式 一來他其實比較不會有任何全身吸收的問題 二來我直接把這個藥打在你的病灶上 所以其實他效果是會比較好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做一台蛋的冷凍治療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有病毒有去被冷凍過的經驗 那冷凍治療呢 他其實就是利用零下196度的一個一台蛋 那單顆單顆的去噴在病灶上之後 病灶就會開始結痂 然後把上面那層後皮脫掉 但是呢他對部分病人是有效 但有些病人還是會因為幾度的痛感 因為其實一顆一顆噴 他今天如果是10顆可能OK 他今天如果是100顆 他病人可能就會痛到哇哇叫了 那第三個就是外部治療 但是他不會痛的 就是載波段的一個紫外線治療 那其實載波段的紫外線治療 目前在皮膚科是蠻常使用 就是我們所謂的照光治療 他就會進到一個照光機 那機器進去的時候 你就要把意圖都脫光 露出你有病灶的地方 那我們照的一般都是所謂載波段 就是311波段前後的一個紫外線 他不是殺菌喔 有些病人就說啊我來家太困了嗎 沒有 他雖然說看起來都很像紫外燈 不過他比較不像我們一般殺菌型的 好的壞的那個波段都有 或者是你在外面曬太陽 UV A B C 什麼 好的壞的治療的波段全部都一起來 不是 他那個就是把治療的波段挑出來 那我們會比較科學化的一個調整他的劑量 那讓他一次一次一次的治療 劑量慢慢增加 但是因為患者他需要可能一個禮拜 要來醫院照個兩次三次 那穩定的可能一個禮拜跑個一次 所以其實主要的患者會在意的都是覺得 比較不方便 他就要常常跑醫院 雖然說這些都有健保給付啦 就是一般來講患者來其實沒有額外的花費 那我自己認為他是一個蠻好的全身性治療 就是你因為你藥膏 總不可能每天都在那邊擦到每一顆嘛 你今天有好幾百顆的話 你其實真的很難外用藥膏擦得那麼完全 那你來進去機器營造 其實全部都可以治療到 那接下來如果外用治療 其實沒有辦法拿到很好的效果的話 我們就會進入到恐怖的藥物 恐怖抗肌症 我想真的很多人一定都有吃過啦 如果你不管是流鼻水啊 慢性群麻疹這些都會吃到 他對於這樣子的搔癢呢 其實在輕度的話會有一點幫忙 但是對於重度的那些養感的 其實是幫助就比較優先 因為我們都會知道 養感的傳遞其實主要還是腫疏型的 我們這些藥物大概還是比較抑制周邊的一個搔癢 第二個就是很常見病人就會急性發作的時候 就會來跟我說啊我沒辦法 我三天就是要去腥瘦做一次 常常打的都是類固醇 大概他有可能是肌肉注射血 胸管注射 或者是恐怖一直在吃類固醇 但是這種應該不能夠當作常規的治療 因為不管是抑胃性皮膚炎或是養疹 其實你內固醇的話都比較適合急性期 先把這個火先壓下來 但是不適合一直灌水 因為你內固醇越吃越久之後 就變成說他越來越容易水腫啊 越亮點啊水流尖等等副作用 但是你平樣之後那個養感 其實排三大壞還是又淡回來 所以在疾病的治療上他比較不會是 在皮膚他比較不會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治療 那如果說這個患者今天他的養感 我沒有辦法短時間的用這些藥物控制 大概就會進入到傳統的免疫調節劑 或者是說免疫意志劑 那這些免疫意志劑其實他 目前比較常用大概三大類 跟我們一般醫護的治療的類別是一樣的 那大概平常上有一半的患者 是可以有陽感的一個下降 但是我們還是會遇到一半的患者 可能會因為副作用或者是療效不張 而需要再往下移進去 那像我們常用的藥啊 比較需要去抽血監控 因為小部分這些傳統的藥物 因為他是整個比較廣泛性的去抑制 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就是 可能比較容易感染啊 小感冒會比較頻繁 那或者是說他容易噁心防衛啊 肝指數上升啊 或者是血酬抑制這些 大概肝指數上升是這一個藥物 第一個跟第三個比較常見到 那中間這個藥物 我們一般會去追查他的一個生命功能 那傳統的藥物其實有時候是一刀兩刃 就是你在使用上 你要用它來治療效果嗎 還是需要去注意它的副作用 那如果這樣子的效果還是不上的話 有時候我們就會加強神經活力 我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這個癢感其實是從中蘇神經來 所以其實蠻特別的是 我們會用抗變形藥物 來治療這個長期的一個癢感 那其實對於部分的病人 像我們一些尿毒症的燒藥 我們也蠻常會用這個藥的 對於部分病人其實他的癢感 治療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但是少數會跟你說 他一吃了之後 因為我都請病人吃完就去睡覺 他可能半夜起來的時候真的暈到不行 因為吃完之後有些病人會有一點很像 他流鼠嘴這樣忙忙頭暈啊 或者甚至少數患者 他可能跟你說 他昏睡到隔天中午都爬不起來這樣子 但是少數的患者會有這種副作用 那如果說有這些副作用 大概就會很難再繼續用藥 那但是如果沒有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一部分病人對這個 抗年血療物 就是所謂神經穩定劑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今天好這個病人真的不行 我用的上面無所不用其極 外用內服內外加工 我全部都給了 他還是都不行的話 大概就會進入到 我們目前比較新興的治療 就是生物之際 目前生物之際其實已經在國外 或國內都已經拿到養診治療的適應症 那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他主要是去抑制這個解白素4跟4三 他等於是有點像我們前面的治療 比較像是就是你轟炸一個城市 就把它炸炸炸炸炸炸 就是我今天標地物沒有辦法很明確的炸 但是我可以達到一點抑制的效果 那生物之際他就比較像是洲際導彈 我今天就導到這一個賊窟 或者是導掉這一個鄰居的一個大本營 所以他等於是把那一個重要的一個 傳遞物把它抑制住之後 第一他的陽感的控制其實是會好蠻多的 第二他的安全性也會比我們傳統的治療來的好很多 所以其實目前來講其實在養診的部分 其實很好的部分是我們又有在更新一步的武器 來給他做更好的一個治療 因為我們傳統的藥 大概就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精準化 這也是為什麼目前都會希望是所謂精準治療 那精準治療就是我希望是知道這個疾病的一個 痾病急轉之後我把他最重要的一個頭頭 把他給擊滅這樣子 那一來你這樣療效比較好 二來的話你基本上就比較不會有其他的附中 把不改抑制的統統抑制掉 那其實這幾年其實在養診跟抑夫一樣 他其實新興的藥物不停的出來 那目前有一些已經有案例報導 或者是在研究中目前看起來數據也都很不錯的 其實除了生物刺激以外啦 像是一些恐怖標靶藥物 小分子藥物 或者是抑制界白素三型的這些藥物 生物刺激 其實目前在一些臨床試驗 或者是一些群聚性的一些案例報告 看起來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目前養診的患者 他的可以治療的藥物算是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精準化了 那我們後面就分享一下兩個案例啦 那這個是案例一 案例一呢 他其實是一個大概三十出頭歲的女性 那他其實還在 還有一個小小孩要照顧 那他就回來跟我說 他其實養到他真的是完全無法 連照顧小孩他還要提拿還要服務什麼 他都覺得很辛苦 那他其實這個養診的狀況在他懷孕前其實就有了 那斷斷續續已經大概已經三年左右 那其實前段呢他都是有在服用我剛剛講的 就是抗乳栽也有用啊 然後就是給他的那個免疫之劑也有在用 然後中樞神經的抗乳栽就是包含我剛剛講的神經抗乳栽都在用 那可是後來因為牽涉到他懷孕的狀況 他很多藥物都停掉 停掉完之後呢 其實他就覺得養診是一直整個無法控制啦 無法控制 那他又不想要再吃回那些傳統的藥物 因為傳統的藥物蠻多個都會有一些肢脊胎的情形 如果今天是孕婦或者是瘦五婦女一般就不建議使用 那所以後來他其實在懷孕中間他就沒有再回診 他就認為說因為我們傳統都會覺得孕婦不行 我要為了小孩忍一下 所以他其實蠻辛苦的就養了整個孕期 那養完之後他終於生完之後他又回來治療了 那回來治療我當然就先再加上一些傳統的藥物 但是傳統藥物你可以看到其實治療效果還是不是很好 他就跟我說養感少一點點 但是還是整個養到整晚都沒辦法好好睡 就一直在抓 你看到他每個病道都是空 空道都有點像我脫皮的 那基本上他後來就使用生物質器治療啦 你可以看到他治療三個月之後 診質就好很多 其實生物質器他的作用是比較快的 他大概打完大概第一週第二週就跟我說 他已經幾乎不養了 他就說他以前用藥都還是會有點養感 他現在已經幾乎不養 那幾乎不養一下其實他的疹子不會消那麼快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養疹本身 他底下我們剛剛有提到他有一些纖維化 所以其實他的疹子吃到三個月的時候 才幾乎打到完全乾淨 可是他其實在打針完之後 其實大概過個一兩週他就跟我說 他已經養乾幾乎都已經沒有了 好那第二個案例呢 他是使用就是小恩子標靶藥物 這個也是一個年輕的女生大學生 那他第一很困擾啊 他就跟我說他都不敢穿太短的 所以他每次來一天都是長褲 然後或者是長裙這樣 一定不敢把腿露出來 你看腿跟手其實都有 所以夏天他也是常常都穿寶長袖 那他身上其實病造大概不到上百顆啦 但是可能六七十顆絕對有 主要在下肢跟手的部分 那他其實他也是照著我們的步驟 就是所有治療他其實都有試過 但是他主要是在使用傳統的免疫之劑 免疫調節器的時候 因為肝指數上升 雖然說他養乾控制的還不錯 但是肝指數就一直跳一直跳 所以我們後來知道 把他藥停掉再換成其他的藥 但是其他的藥其實傳統藥對他來講 效果還是補不到很好 所以後來因為余大森嘛 他就很急著一定要把養乾蓋上 所以後來他其實是吃了一些口服的小分子藥物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滿滿的喔 因為養枕尤其是越大顆的 因為他的纖維化更嚴重 所以他大概不會你治療完之後直接平掉 你越大顆的他需要時間越久 但是他其實在吃藥兩三天之後 他就跟我說欸好神奇喔 就是完全不癢了 那但是他的病造點他回來看 你還是會發現欸還是很多顆 但是他就跟你說欸他就是不癢了 那不癢之後其實我們還會持續治療一段時間 你就可以看到大概在六個月之後 欸其實他的這些纖維化的病造 就慢慢慢慢一個一個開始不癢 開始消掉到九個月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消的又更好 所以其實月大顆的養枕時間 他後面所需要治療的時間是越長啦 但是其實養感的抑制在前段 就可以拿到滿好的效果 只是有時候我們在病造上 看的時間要拉的比較後面 就像我們前面這個他比較輕微 所以其實三個月之後 你可以看到紀錄就已經瀕掉 但是是不是他以後就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我想不能這樣說 因為養枕的人他畢竟有這個膚質在啦 所以我都還是會提醒他們就是 如果有稍微少量還是一些外用的藥膏 或基本的恐怖藥要先加上去 如果說養感真的還是太高的話 才需要在後面再補一些這個藥物的治療 但是一般比較不是像我們前面 那麼密集常規的固定使用這樣子 好那主要這邊 治療如果近看病造的話 第二個案例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病造纖維的話本來很厚很黑 慢慢就是越來越平掉 但是大概短時間內還是會留下一些 輕微的一些疤痕反應啦 大概看在一年多14個月之後 都還是有些輕微的疤痕在 對那所以主要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那個養不是一個大毛病啦 但是養起來真的要人命 就跟牙痛一樣 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有養過就知道養起來 實在是太影響個人的生活了 那尤其是你抓到全身都是的時候 不只流血斑斑 可能你走出去旁邊陌生人看到你 都會往旁邊一步想要離你遠一點 生怕你這是什麼傳染病 所以其實這種養的皮膚病啊 其實患者的痛苦指數很高 那其實除了本身生理上的因素以外 其實心理上我覺得影響很大 就是心理的壓力 社交的壓力 還有旁人異癢的眼光 我想是對於這些患者 這些病人來講最痛苦的地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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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